他的徒孫是楊晴寶 而這位董英傑師傅 就是楊晴寶的徒弟 而吳家泰極 就以吳傳佑師傅為宗師 他的兒子就是吳鑑宣 一會雷台比武的吳公義 就是吳鑑宣師傅的公子 蔡兄的節目全部表現不辣 一場緊張刺激的拳賽 立刻會開始 現在泰極派的吳公義師傅登場 接著就是法學派的陳克夫師傅 亦都相繼登場 陳師傅的打扮就像西洋團那樣 剛才吳師傅的打扮就像強生 這兩位正所謂一中一西的裝束 真是雙影成翠 就像中國功夫對西洋團那樣 吳師傅一上來就脫衣比武 何賢先生說不用急 我們來坐一會休息一會 關於這次的比賽 吳師傅和陳師傅 其實毫無私人的恩怨存在 他們這次的比武 是為了香港食器尾大火災民 籌污嚴管 但是高手過招 拳腳無盡 所以就要簽罵生死狀 任何一方面 不幸相亡都沒有得追究 吳師傅說這要塗眼 所以大會把圍繩的白布脫下來 一會兒的肥武的時候 我們會用三個不同的角度去拍攝 讓各位能夠精彩地慢慢欣賞 比賽正式開始了 現在是第一個回合 我們先用第一個角度拍攝給大家看看 陳師傅和吳師傅兩位嚴陣以待 先探探地方去實 一開始 吳師傅先下手為強 用太極的圈紋頭 打出第一圈 可以打中陳師傅 這拳就厲害了 陳師傅將吳師傅打出一整圈之外 幸好他翻身翻得快 拳證叫大家先挺挺 雙方站定陣腳 再次離開 這裡大家都好像中了槌 沒有誰好處是底的 這個是第二個角度 現在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 吳師傅怎麼打中陳師傅那一拳 而陳師傅是怎麼把吳師傅 剛剛一拳打到陳師傅那一拳 這個第三個角度 因為有盲鏡 大家可以看得這麼清楚 一開始 立即是白鴻的村團 猛烈向對方進攻 而這個泰極的撇身圖 也是極力打解對方的中路猛烈攻勢 大家留意 現在泰極的前鋒手左手 有一推前 跟著盡左馬 有一撲前 剛剛這個時候 陳勇傅的師傅 是左勾球 剛剛勾下去 勾敬如弓 二師傅那個頭那裏 出了一整圈之外 幸好吳師傅反應得快 回身立刻擋住對方攻勢 那麼弓戰爺都叫暫定了 因為要對方 雙方站定了腎腳 才再來比賽 這個時候 看到陳勇傅 好像抹一下鼻子 有血流 剛才立刻展開 雙方猛烈地對打 好了 第一個回合已經打完了 在這個回合裏面 正所謂在萬人觸目之下 這兩位武術名家 是絕無欺場的 他兩個人一上場 還有立刻展開一場 是激烈的打鬥 這兩位師傅的慈善精神 和他們將中國武術 當大的實際行動 的確是值得武術界學習的 現在是第二個回合 看看雙方又用什麼招數 雙方都是首先探討虛實 由於是 胡師傅立刻拉他過來 一拳打中陳師傅 陳師傅立刻展開猛烈的反攻 其實剛才那招打得很硬 現在是胡師傅 猛烈的 希望把陳師傅的手打中了 讓他的手受痛 出拳的時候 沒那麼大力 第二個角度看一下 這下胡師傅 一下牽涼手 拖陳師傅過來 就一拳打出了一下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胡師傅用太極的前鋒手 即是左手 逼著陳師傅的進攻 他一撲牌 他就用左直拳衝出 令到陳師傅沒辦法靠他身 因為大家知道 如果陳師傅的拳法 這麼迅速 一打一撲牌的時候 對胡師傅來說 是十分不利的 好了 這個是第三個角度 也是第二個回合 大家更清楚看到 胡師傅可能年紀較大 他會跌省自己的體力 所以用以日代勞的戰術 起不動 就我不動 我們看看他很少 都會動動自己的步伐 只是虎視眈眈 撐著陳師傅的一舉一動 一有機會就進攻 而陳師傅這方面 是體力健忘 約八靈活 所以他們四周遊鬥 希望一找到對方的破綻 就等待機會 立刻出擊 陳師傅起腳 胡師傅又起腳 沒錯 張方也起腳 可能會違反大會的規則 不知道裁判團怎麼判 經過裁判團互相交換意見之後 大會 這次的判決 這次的判決 就是雙方 不勝 不敗 不和 老外圍那些真是大失所望 因為沒有結果 這次的比賽 雖然時間很短 但將中國的武術 用在慈善囚本上面 不單使使得陳樂夫 胡公義這兩位師傅 得到慈善權亡的美譽 同時也在武林歷史上 寫下光彩的一言 好 好 好